你是鋪了多久 我怎樣去對待 我認為我老師對待我控訴呢 我是畢業後直接忽視了這個控訴 我沒有去處理 因為當時我不是基督徒 我沒有去處理 我完全是丟空了 放在一邊 但每一次我會想起 或者想起過往發生的事 我一定是會傷心的 一定會哭 每一次傷心和哭 即是說其實那個傷心在 哭都是釋放的 是一種釋放的 但在潛意識裏面 即是在裏面潛在了的憂傷 當一有些甚麼事的時候 便會撩起了 就會哭 哭的時候是有釋放的聲音少 但是他會哭 即是代表裏面有憂傷存在的 這個是需要處理到你 即是說我是真是蒙愛的 我是神喜悅的 喜歡的 我亦都喜歡自己的 可以說不是很多人去到這個境界 即是經常都是一個很輕盛的狀況 被人說完 即是有無理取鬧的 譬如真是做錯人 坦白地承認 這個都是很勇敢的 很強的 即不是那些強勢都強 是堅強的人才會接受到別人的意見 而另一種就是說 即是有受傷害 即是無理取鬧 都說不要緊要 我知道這件事情是怎樣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 這種都是很成熟的表現 都不是容易去到這個情況的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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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